你不知道她是我 你老婆吗 我觉得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 提前签了离婚协议 即将成为前妻的单身女人吧 安娜 不管怎么样 还是很开心认识你 也祝你 早日找到你亲哥哥 我相信你妹妹也一定很努力地 想要跟你团聚 你真的是一位很好的哥哥 这是今晚巴黎歌剧院天活的票 本来想跟你一起去的 虽然我们没有兄妹缘 还是送你吧 对了 这次的首席 可是第一个登山巴黎歌剧院的 亚洲女孩 刚好跟我同名 你叫安娜 很可惜我去不了了 我得赶回上海 这次呢就当时交个朋友 回头联系 好 走了 再见 我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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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一定要记得吃 我还在里面放了别的东西 记得慢慢吃 树心 我今天下午有空 一起吃个饭不 你今天不用工作啊 托你的福 易总安保了承接公差 我是奉旨来帮你请生的 你怎么那么好啊 你等我去啊 迪伦来电话了 你不是说他今天刚到上海吗 你一下飞机就给你打电话 呦 陈嘉欣 之前是我太小瞧你了 你说什么呢 好了好了 不逗你了 你要不这样让他晚上一起吃饭呗 或者你们俩干脆直接约会到天明 放我鸽子也行 胡说 胡说 挂了 易老 你看 这个呢 是政府人针对欧洲版的传承 提出的配方调解方案 嗯 我今天给你答复 帮我把饭惹下 好 哎 对了 嗯 我说你打评嘉欣命的事 怎么样啊 我给忘了 你给忘了 你说我不陪他过生也就算了 我连礼物也给忘了 你现在这样 马上给你那小女朋友打电话 去陪嘉欣 还有 把我的会拿到下午四点 哎呀 行 别别别别别打了 说那嘉欣现在跟丁伦伦通电话呢 不方便吗 那你小女朋友呢 我不让他陪嘉欣吗 你可别太指望他 他就是一个没立场的人 说不定他现在被丁伦买通了 正撮合丁伦和嘉欣呢 不过这事其实我仔细想了想 要是迪伦多蜗牛真的感兴趣 哎 不一定是坏事 这样等孩子生出来 蜗牛就不会馋你 对吧 我去热饭啊 不用热 又不吃了 不想吃 那 哎 这是什么样子 看都不用看 肯定是餐具 送你 行吧 我俩就不吃了 喂 嘉欣 他慢了 你真的变了个故事啊 我没变故事 见面再详细跟你说吧 行 好嘞 我等你啊 迪总 有人在等你 来了好长时间了 行 去吧 易总 找我有事啊 看来你还是没有从奶奶昏倒 夹心被勾的事里面吸血教训 居然还有一个进去骚扰她 你不知道她是我 你老婆吗 我觉得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 提前签了离婚协议 即将成为前妻的单身女人吧 你怎么知道 谁告诉我们的 怎么 你也觉得这种事情 有事易总丰分啊 旁人知道 未来的事情 没有人知道 但是至少现在 嘉欣还是我老婆 陈嘉欣是一个非常单纯 可爱 好骗的人 只要别人对她一点点好 她都会全情全意地付出 我不希望任何人 伤害这么善良单纯的 她确实善良又单纯 唯一想要的就是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从她跟你结婚的时候开始 就一颗心地铺在你和家人身上 除了奶奶 就连姑姑正人也因为她而改变 可你呢 你又有几分对她的感恩 到头来 你才是伤害她最深的那个人 你又有什么资格跑出来替她打抱不平 我跟她的事你们知道多少 你不要往下评论 我只知道 她生日 她的老公不陪她要陪前女友 我这次不得不去 而且我已经跟家庭说过了 她也不介意 以她的性格 再多的眼泪也都会往自己肚子里咽 又怎么会忍心叫你别去啊 还有 她为了准备你的生日礼物 当掉了自己的嫁妆 你又为她做了什么 她到哪儿去了 怎么 想在我这里得到免费答案啊 然后帮家庭把嫁妆给赎回去 你以为当英雄就这么简单吗 你也用不着准备什么生日礼物给陈家庭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陈家庭要的是什么 知不知道也是一回事 能不能帮她实现是另一回事 如果你现在有办法 你也不会在这儿一个劲地酸我 李论 看来嘉欣的心理 你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说了什么以及嘉欣在想什么 这些都不重要 关键是 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你为什么过来找我 谁才是满满的粗医啊 你不就会等我吗 你不会再也没想过 你不想让人去